那我今天非常非常高興代表游院長 來向今天成立的這個 我們國會聯誼會 事實上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再次的謝謝 那個喜智傑委員 願意登高一夫 來做台灣跟斯洛華克國會聯誼會的一個會長 來推動整個台灣跟斯洛華克之間的一個交流 那斯洛華克事實上在歷史上跟我們台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也曾經被集權統治跟壓迫 然後最後發展一個民主的獨立的一個自主的國家 斯洛華克事實上在最近的一個跟我們的交流裡面 我們雙邊的這個交易額 在整個亞洲裡面 我們大概僅次於韓國 是斯洛華克的第二個密切的一個亞洲的那個夥伴那個貿易的一個交易國家 聖長跟所有的國會議員以後都是斯洛華克非常重要的明日之星 所以我們在場的所有的斯洛華克的議員 省長們 未來跟我們台灣一定會有更好更好的互動